75年的新中国 砥砺奋进 书写辉煌 它是笔墨下的壮志凌云 它是旋律里的春潮涌动 它是舞台上的芳华绝代 它是银瓶里的岁月流淌 在新中国75周年华诞之际 让我们以文艺之名赴时代之约 共同畅想文艺里的新中国 武汇时代不负人民 文艺里的新中国 我是蒲孙新 画剧演员这行 占了几十年了 从1991年起 李白是我演艺时间最久的一个角色 演到了比李白年龄都大了 三十年过去了 我很欣慰地看到 诗间李白 又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 在动画电影中被创造出来 2023年7月8日 一首千古传送的诗篇 以一种崭新的形态 成功唤起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热情 这就是李白的常诗 《枪尽酒》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最长的动画片 长达168分钟的长安三万里 写大唐盛世的光芒 令中国传统文化暖入人心 拓展了中国动画的表现形式 与受众群体 人生得意 徐静欢 莫是金尊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 还复来 横羊宰牛 且为乐 贵虚银三百倍 天父子 丹秋生 抢金酒杯莫停 在中国古典诗词的长河中 李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的诗句快知人口 家喻户晓 他的诗情是流淌在 每一个中国人文化血脉里的基因 我在舞台上塑造了李白 而李白的人生在塑造我们 这部动画电影中 《枪尽酒》这三分半钟的精彩段落 主创团队花了近两年半的时间 大摸创造 他们敢于付出如此制作成本 敢于完成160多分钟的片长 这是他们坚信 今天的时代 我们的观众是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 电影监制于舟说 《长安三万里》是献给圣唐的一曲颂歌 也是写给金人的一封家书 我很喜欢这句话 这个时代用动画片塑造了李白 能让多少观众再接近李白的故事 接受李白和那些了不起的中华文化先贤的感染 我们真的从《长安三万里》中 看到了艺术中的中国气象 在下李白 在下 高氏 李白与高氏 一个张扬 一个木讷 一个少年得志 一个大器晚成 而他们在人生第一次南辕北辙之际 一起纵马高呼 高雄 你我身当如此盛世 当为大鹏 《长安三万里》上下五千年 我非常喜欢普存星老师塑造的李白 当然也很喜欢《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 电影中的李白 天真 纯粹 不稀 说笑就仰天大笑 说悲就创然泪下 它是一个真实的李白 才华非裔 而又饱受挫折 被誉为折仙人 又极具烟火器 中国动画如同李白高氏的命运一样 也是在《起起落落》中走到了今天 我们很幸运赶上了这样一个时代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再度盛兴的伟大时代 当然 今天中国动画的崛起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一代代动画人的孜孜不倦 比例前情 开脱了创作理念 建立了工业化的制作体系和行业协作体系 包括市场化的营销手段 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 也需要来自行业外的支持 《长安三万里》的剧本创作 就得到多位唐代文学历史专家的鼎力支持 所以今天中国动画之所以能比肩世界 并不是一两个企业或者一两部作品的成功 而是全局性的重塑与再造 李白的人生不单是天马行空 他经历了很多迷茫和挫折 但他永保纯真和报效国家的初心 这对我们当代人 无疑是一种历经千年的激励 在这两次来实现 赵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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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狐鹰 无垢 双雪鸣 赵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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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演员 配音演员林振赫 在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中 我为李白配音 对我来说为李白配音 最难的部分 那就是诗词部分 因为每一首诗都太经典 而且观众已经听过太多 对这些诗词的经典表达 对我来说 为李白配音最难的部分 可是我一直认为 为动画电影原创配音 其实就是一种表演 所以我试图把这些诗 像台词一样按照情境 直接 简单地说出来 说给观众听 录《枪剑酒》之前 我想了很久 是不是要去听前辈们的演艺 最后我没敢听 因为我怕我自己 既学不好 又丢了自己 结果我就由着性子 肆无忌惮地读枪剑酒 直到我觉得 我把诗里面带给我的 悲愤壮美 从心里喷出来 古花马 千金球 荷尔江州换美酒 鱼儿同向万古仇 鱼儿同向 万古仇 千金球给我的感觉 是疲惫边缘的奋力一击 是退无可退之人的怒吼 这是一种在困苦中 爆发出来的希望的力量 太白先生的诗歌 绽放出的光芒 感染鼓励着 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 已经一千多年了 所以我想李白有多伟大 他根本不用我去塑造 所以 我更希望把李白能塑造成一个 有血有肉的人 我想让他 像我们普通人一样 有我们的苦闷 有我们的脆弱 也许先拿掉这失先的光环 才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 理解这位天才 才能让我们从他的失礼 生活里 汲取力量 在长安三万里中 李白对着高氏大喊 你我身当如此盛世 当为大鹏 这句话穿越时空 与我共鸣 唐氏的光芒照耀古今 顺着那道光 我们瞬间可以翻身上马 驰骋在圣唐的圆叶上 妈妈 好妈妈 妈妈给我们找到了 千帆镜秀 白隔蒸柳 一九七九年 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宽荧幕动画长片 哪吒闹海 以军突起 此后 创作者们融合戏曲 壁画 简直等传统艺术形式 推出了阿凡提 三个和尚 猴子捞月 雪孩子 黑猫警长 葫芦兄弟 山水清 宝莲灯等民族风格的作品 努力寻找市场化的突破口 经过四十年的探索 2015年 中国动画终于以大圣归来为起点 在新时代再次启航 这是产业的振兴 也是传统的复活 叫做 并没有我 不要街 是魔是先 我自己说了才算 必须说 画看看人间的风雨 配在你身边 无论他还记不记得我 我都要找到他 你们别忘了 把这些启舌打上 人生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完全是你 有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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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肌肉 肌肉 有肌肉 肌肉 有肌肉 人物严肺 陪将军舞剑 今日都开眼了 厉害啊 看不见啊这边 嘿 小烟零 姑娘姑娘 千万看看童鸡 去看看烟制吧 好啊 请 我 这 这位兄台 抱歉 抱歉 这部电影太好看了 怕我们只能在想象中 看到了长安的这种繁华 李白性格鲜明的表现出来了 他们用光影做画笔 用荧幕做画布 用所有今天的高科技手段 完成了这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长安三万里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为了能让大唐盛世完美无瑕地 呈现在银幕上 幕后的这些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工作 他们从古籍中搜寻线索 从古画中汲取灵感 不管是建筑服饰还是武器 都要做到事无巨细 精益求精 就连李白身上的一颗小小的扣子 都要查阅大量的资料 因为李白是中国人心中的盛唐 既然选择了如此伟大的主题 就不能辜负这份厚重 这种各种载子 有些怎么样 都可以 是不是 这种载子 是 动画片 你看过啥 这是我小时候看过的 对 我小时候最爱看葫芦兄弟 你是 80后 80后 放开我爷爷 我们中国的动画片 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我们的成长都和动画片 好像有关系似的 长长三万里 将近三个小时 我们再次为创作团队鼓掌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的背后 是无数的努力与坚守 中国动画走过了 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 并非是一路坦途 1926年 万世兄弟的大闹画室 开启了中国人 自己的会梦之旅 新中国成立之后 大闹天宫大放异彩 让全世界领略了 中国动画的魅力 但是难免辉煌之后 会有短暂的低谷 随后 大晟归来 哪吒之魔童将士等 家作不断涌现 国漫强势崛起 承载起了中华文化的传承 与创新 中国百年动画 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之作 它们是我们心目中 永不褪色的幻想与美好 我期待也坚信 中国动画会用更丰富的内容 更加精彩地演绎 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一代代的中国动画人 坚守初心 在荒芜之中 让动画艺术光芒盛放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 我将追寻着前辈的脚步 努力为中国动画的未来 贡献力量 给流水画上山 给大山画上树 在水面在树下 画出生动的人物 给蓝天画上云 画上云朵 画上云朵 画上鹿 在天边在路上 画出命运的祈福 一城闻藏寒 一城闻异宿 走过遥遥千万里 青岁少年 一城树 一城树 给你一幕时光 远迟留下的星期 给你一幕满身 你才有的孤雾 给你一城火 千万天换来的前途 让美与人 让美与人共同 我们召唤离乎 我召唤离乎 你才有的孤雾 我召唤离乎 你才有的孤雾 我召唤离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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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有的孤雾 我召唤离乎 我召唤离乎 你才有的孤雾 让美与人共同 让美与人共同 我们召唤离乎 我们召唤离乎 一百年来 从悟空到哪吒 到李白 一代代动画人 不忘初心 牢牢根植于 传统文化的沃图 锐意进取 突破创新 中国动画 终于建起了 与世界比肩的 动画生产体系 成为文化复兴的 又一个桥头堡 下一个桥头堡 下一个桥头堡 给你一步 满身 你才有的孤雾 给你一场火 千花点 换来的桥头 让美与人共同 我们召唤离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优优ц fuck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